大家好,我是光大叔 想必不少網友和光大叔一樣 已經入手了這台RG353P 有玩過RG552或是RG503的網友 一定已經熟悉了這套系統 但是也有不少新加入RG353P的玩家 對於這套系統還不熟悉 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上手 以及做一些設定上的改變 沒關係 跟著光大叔的操作來一起學習吧 好,首先我們按10大鍵 進入主選單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遊戲設定方面 這邊的選項 沒有需要特別去做設定調整 那我們回上一頁 控制器設定這邊 你就可以 透過設定來配對藍牙的手把 之後 控制器這邊我會另外再拍一支影片 來詳細的做個說明 那 這個用戶界面設定這裡 這邊可以做主題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原始的主題 這就是原始的主題 還有就是裡面的遊戲選單 大約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改變一下主題 用戶設定這邊的主題設定 我們來選第二個 選完之後就按 退出就可以了 好 這主題就改變了 這主題應該很多人很熟悉 這就是RG552的原始主題 然後裡面的遊戲選單 裡面的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換一個主題 好,那我們再來換一個主題 好,選到第三個主題 好,這個主題是這樣子 裡面的遊戲選單也會跟著改變 這個主題 這主題算是比較簡單的主題 看起來 還蠻不錯的 都是用一些主機或者是控制器 來當做介紹 好,那我們再來換個主題 第四個 第四個 這個主題 如果之前有買過 RG351V的朋友 應該很熟悉這套主題 這是魔改版的一個主題 還蠻不錯的 當初我也是用這個主題 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也會跟著改變 遊戲選單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換個主題 好,那我們再來換個主題 這主題還不錯 這主題還不錯 遊戲選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選單 它遊戲選單比較特別 是用這樣子的選單 如果各位對於像這種 喜歡這個主題 但是覺得這個選單 看的不習慣的話 可以改變嗎?我們來試試看 一樣也是到這個 用戶設定這邊 主題設定的下面這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主題設定 遊戲選單的模式 這邊 這邊可以做個遊戲選單的改變 那我們就選擇那個基本樣式 原本是自動的 我們把它改成基本樣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遊戲選單就改變了 遊戲選單就改變了 可是這個 只有遊戲名稱沒有那個圖片 那我們再來改變一下看看 那我們改成這種 詳細樣式 看一下 好了,這個回復到有遊戲的名稱 跟那個封面 這就是我們熟悉的 所以喜歡這套主題的話 然後也可以記得 把遊戲選單 更改成詳細的 樣式 這樣子的話 這套主題就 蠻不錯的 那我們再來看 用戶介面這邊主題 其他這邊 不需要特別去調整 這邊有個叫做顯示時鐘的 你可以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這邊就會顯示時間了 這裡 這邊就顯示時間 然後如果說絕對不要的話 就可以把它關掉 顯示時鐘這邊關掉 原本預設是 我收到是開啟的 就把它關掉 然後這邊也可以顯示電池的狀態 這邊也可以去做設定 就是顯示那個電池的電量還剩多少% 這邊可以去做個設定 然後其他地方就不需要特別去做設定了 這些都不用去特別做改變 遊戲合集設定這邊 我們先進來看第一個 顯示遊戲平台 這邊就是我們 在 介面上看到的所有的模擬器 有那麼多模擬器 然後如果有一些模擬器 是你不會想玩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就把它勾勾給取消掉 就會不會顯示出來 那我來示範一下 如果假如我不要玩 我不要玩那個像 GBC還有GBA 我就把這兩個勾給取消掉 GBC跟GBA這兩個勾取消掉 好,翻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GBC跟GBA就沒有了 就挑過了,沒有GBC跟GBA了 好,回到這邊 就可以把它給取消掉 不會說顯示太多 模擬器在那個選單上 那我再把它開回去 好 好,GBC跟GBA都回來了 遊戲合集設定的這邊第二個選項 自動分類遊戲合集 這邊 這邊你就可以勾選 你所需要的其他的分類 像顯示所有遊戲 顯示最後遊玩的遊戲 還有就顯示說 你有加入我的最愛的遊戲 或者是雙人遊戲 私人遊戲這邊 這邊都可以勾選出來 它就會多出一個選單 就像這邊 看一下 這邊就是所有遊戲 這邊就是我的最愛收藏的遊戲 還有就是最後遊玩的遊戲 都會跑出這些選項 然後其他這邊就不用特別去動到 這些下面這些設定不用去動到 點多久上面這兩個需要去做 有需要的話才去做設定就好 下面的都不需要做設定了 聲音設定這邊 可以調整音量 上面的音量鍵也可以選擇 也可以控制調整音量 還有就是這邊的音樂的音量 背景音樂的音量 你可以調大調小 可以單獨的去設定背景音樂的音量 然後如果像有些 不想要聽背景音樂的話 可以這邊關掉 系統背景音樂 目前這邊我背景音樂有音量 聽看看 好如果覺得背景音樂太吵的話 可以把它關掉 這邊關閉 好了 已經沒有背景音樂了 所以就看個人 個人的喜好 如果不喜歡背景音樂的話 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如果要的話 就開起來就好了 好又出來了 好 聲音設定這邊的話 就只有這幾個需要設定而已 其他的話 我認為都不需要去動它 就只有背景音樂 這些看要不要開啟 還有就是音樂的音量 跟系統音量去做個調整 好 那接下來就是網路設定這邊 它有內建 Wi-Fi無線網路 那我們 把這個開啟 無線網路開啟 然後選擇你家的 無線分享器 它有支援2.4G跟5G的 連接5G的話速度比較快 2.4G的話 穿透力比較強 然後距離可以比較遠 就看你怎麼選擇 然後進去這邊再輸入 你們家的那個 無線網路的密碼 無線的分享器選擇好 還有就是密碼 也是那個 輸入好了之後 就先按退回 先退回一下 退回之後再進來這個 網路設定這邊 好 網路已經連上了 已經連接了 然後也有IP位置也出來了 掌機的IP位置也出來了 好 這樣子就已經連上網路了 有多了這個 無線網路的訊號 就代表已經 連上無線網路了 好 那再看下一個 這個是串流的設定 這之後 有機會我們再來做 單獨的說明 還有資料搜刮器 什麼是資料搜刮器 如果之前有看我RG52的影片 的朋友應該就知道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更新下載 這邊就可以讓你下載主題 跟一些邊框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系統設定這裡 系統資訊 語言 這邊就可以切換 系統的語言 這邊亮度 這邊可以設定螢幕的亮度 影像輸出 還有聲音輸出 聲音輸出就是說 你上面接HDMI輸出到螢幕上的話 它的聲音原本 如果沒有去做設定的話 聲音會從掌機這邊輸出 而不是在 你外接螢幕或電視上輸出 所以如果你接HDMI 接到電視的話 這邊記得聲音音輸出這裡 要把它切換到HDMI這個選項 這樣才會把遊戲的聲音 透過電視來播放 這邊沒有超頻的功能 好 這邊沒有什麼作用 好 所以主選單的說明就到這裡 好 遊戲主選單的設定說明 大致解說完畢 那我就來 講解一下 遊戲 選單裡面的一些 基本的那些功能 例如你看到你喜歡的遊戲 想把它加入收藏的話 就到這個遊戲這邊 然後按下Y鍵 它就把它加入收藏裡面去了 然後再加入一個 新之卡比3 也按一下Y鍵就加入了 然後它在選單這邊 前面會打個星星 然後退回到 遊戲主選單這裡 好這邊 我的最愛這邊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這遊戲很多個 你就可以把一些想 常玩或喜歡玩的遊戲 都直接按Y鍵把它加到最愛 就可以在這邊選擇 對於要選遊戲會比較方便快速 而且它後面會跟你講 是什麼遊戲的平台 像這個就是超人的SNES 那我們來PS 也試著加入一個按下Y鍵 像這邊 它這邊的平台 就會跟你說是PS的平台 PSX 這就是把遊戲加入我的最愛 接下來跟各位做的說明是 假如你在執行遊戲時 無法順利的執行遊戲 那我們可以試著更換模擬器的核心 更換之後看是否能夠順利的執行遊戲 我們來舉例來說 假如這個遊戲我無法順利執行的話 我們就按下選擇鍵 然後選擇這個高級遊戲設定這邊 進入 然後第一個模擬器這裡 我們就可以試著一個一個的 不同的模擬器核心去做個選擇 然後嘗試看看 是否可以順利的執行遊戲 這就是更換模擬器的核心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要退出 該怎麼退出呢 按下這個F鍵 就可以叫出快捷選單 RA的快捷選單 在這快捷選單裡 我們可以做儲存 即時的儲存或即時的載入 那我們這邊來選擇儲存號 儲存它總共會有10個槽 可以讓你做儲存 那我們就先選第0個槽 然後按下這個儲存狀態 它就儲存起來了 好 那我們在讀取 載入剛剛的儲存狀態 就回到這邊來了 所以這就是快速的儲存 那這邊還有一些其他選項 那這邊還有一些其他選項 例如設定按鍵的 設定控制器的按鍵 這邊也可以去做設定 還有金手指的功能 如果會想使用金手指的話 可以在這邊去做設定 使用金手指 還有就是擷取螢幕 如果你的螢幕想要 把它快速擷取起來的話 就要選擇這個擷取螢幕 它就把你這個畫面儲存起來 這個功能就是說 假如有些玩RPG遊戲 你想把一些重要的畫面資料 做個擷取紀錄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個螢幕擷取這個功能 好那我們來說明 退出遊戲的方式 按F鍵 選擇這個關閉 選擇關閉完之後 就選擇最上面退出RA 這樣就可以推出遊戲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快速推出遊戲的方式 就是按住F鍵 再按這樣 按START鍵 壓住F再按START鍵 這樣就可以直接推出遊戲了 好 接下來跟各位說一下按鍵的設定 一般的快來旋風的話 它的重手是L 重腳是R 然後有時候在這邊要戳招式 重手在左邊要戳招式的話 不是很好那個戳 我們想把那個 重手把它換到這個 L2的 不是R2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設定呢 一樣按F鍵 叫出這個 控制這邊 這個 端口1的控制器 好這邊就可以每個按鍵的位置 都可以去做個設定更改 好我們找到R2鍵 我想把R2鍵把它變成重手 好就等於說我們來左右選擇 找到 重手的選項 這個 這個就是重手的選項 選好之後 按下B退出 然後儲存 在這邊儲存 好 我們來繼續 好 R2就變成 R2就變重手 R1是重腳 R2就變重手了 所以要出 要出招的話就比較方便 因為 左手要 控制方向 然後又再按按鍵的話 會比較不順手 所以我習慣會把那個 重手重腳改到右邊去 RG353P 是雙系統的 遊戲掌機 它有 Ninus的 系統 跟安卓的系統 很多人都知道 只要把 卡槽1的 遊戲系統記憶卡插入之後 插入之後開機 就可以進入 Bottocera的遊戲介面 然後要進入安卓系統的話 只要把卡槽1的記憶卡取下來開機 就可以進入到安卓介面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是可以不用取下 卡槽1的 遊戲系統記憶卡 就可以直接進入安卓介面 我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就只要按住這個F的這個 F的功能鍵 壓住F的功能鍵 然後再來開機 這樣子 按住F鍵開機 然後等到出現這個 安博尼克的這個 Logo就可以放掉了 這樣子就會直接進入到安卓介面 OK 進到安卓的系統介面了 那RG353P的 系統設定和基本教學就到這邊 我之後還會錄示其他的示範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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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會載到 pays下支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可以在一起 做一些